大家好,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当中的事业线啊 事业线是主管一个人,这个事业运势啊 事业线如果是清晰、深长、平直啊 往上扬的人,一般事业相对平稳啊 收入可观、财运不错 那么其他文顶如果是配合好的话 是有俸禄之道啊 就是适合在公门行业发展 也就是在国家单位或者事业单位啊 那么其次呢 首相当中的财运线、财运纹 在配合这个事业线生长啊 那么不管是从商还是从政啊 那个这个纹路呢 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当面 像风水方面的困困呢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啊 那么接着讲啊 事业线清晰、深长、直观中止啊 训工在高突啊 财运线也是非常的明显啊 那么这个医生事业非常的稳定 财运丰隆啊 33岁之后啊 容易办有一定的职权啊 就是说这个是公职人员啊 公职人员 我们看这个事业线起始阶端 如果是在砍工的位置出现紊乱啊 那么是早运起伏不定 早运不计啊 事业线起伏当中呢 而突然的直接的奔向中止嘛 那么压力当中呢 不断的进取啊 紧追不舍 事业发展是这个慢慢的顺利 太阳线也透露出 这个是富贵之人员啊 太阳线我们说跟成功线呢 是同一条线啊 代表呢就是说这个在社会上的名望 以及你这个这个人员呢 是非常不错的啊 长色红润啊 迅功又高突啊 纹路纹路呢 那个是典型的川字掌啊 川字掌 川字掌 往往是胆大心细做事啊 但是呢 他有一点点偏任性啊 那么明堂处也低洼 财运比较稳定啊 那么事业线也是在明堂的位置 陡然直上 直达中止 事业上市 在这个后运是非常不错啊 实际上是 远主是25岁左右 明显转机嘛 那么28岁之后 事业是逐步的稳定 33岁 一跃成为大老板啊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首相 川字掌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内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或者关注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